大家好,我是羅惟君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大象艾瑪 從前有一群大象 他們有的年紀小 有的年紀老 有的高 有的胖 有的瘦巴巴 所有的大象都吃同一個顏色 只有艾瑪另外 艾瑪是一個花格子的大象 艾瑪身上有黃色 橘色 紅色 粉紅色 紫色 藍色 綠色 黑色和白色 艾瑪的身上沒有大象的顏色 艾瑪是大家開心過 有時候開開大家的玩笑 有時候開開大家的玩笑 每次主要有一點笑聲 一定都和艾瑪有關 有一天晚上 艾瑪睡不著 誰聽錯過這個世界上有彩色的大象呢 難怪他們都要笑我 第二天早晨 艾瑪趁大家還沒有醒來以前 就偷偷溜走了 艾瑪走到森林遇到其他的動物 他們每次看到艾瑪就說 艾瑪早安 艾瑪也說一下的說 早安 艾瑪走了好久好久 終於找到他想找的大樹 那棵大樹長滿了果子 果子的顏色 是大象的顏色 艾瑪捲起樹幹 不停的搖搖搖搖搖搖搖 把果子通通掉到地上 等地上撲暖的果子 艾瑪就躲在地上滾過來滾過去 然後呢捲起大把大把果子 用力往前身塗塗摸摸摸 等果子流出來的是 把身上的顏色通通蓋住 現在艾瑪看起來和那個大象一模一樣了 艾瑪在回家的路上 又遇到奇特的動物 再次就跟他講 大象早安 艾瑪也說得樂的說早安 艾瑪很高興自己沒有被認出來 艾瑪走到其他大象的身邊 沒有一隻大象發現 艾瑪回來了 乖乖 艾瑪覺得乖乖的 但是他不知道乖在哪裡 他覺得失蹤 同樣的森林 同樣的天空 還有同樣的大象 這群動物也不那麼大象 艾瑪從來沒有見過 他們這麼嚴肅的樣子 這群嚴肅的大象 艾瑪越看越想笑 他終於忍不住了 他見其他熱場的名字大聲笑 BOO 所有的大象都被嚇一跳 他們東倒西微地叫了起來 哎呦我的天啊 然後所有的大象都向你一團 這時 微地上突然下去 來 艾瑪是上顏色 又變回來了 等艾瑪變回來的樣子 有隻年老的大象說 哦 艾瑪真是開過這麼多玩笑 這可是最好笑的一次呢 另一隻大象說 我們每年都要舉行這一天 把這一天當成艾瑪節 所有的大象都要扮成花花綠綠的 這艾瑪要變成大象的顏色 這群大象就這麼做了 他們每年都某一天都要舉行化妝遊行 你如果在那天當好 見到一隻灰色的大象 那一定就是艾瑪囉 這個故事是告訴你 不要害怕自己跟天人不一樣 要勇敢做自己哦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